更换安全索新第一步 咱们拆掉立管上三个螺丝 一二三 然后右边也是一样 一二三 拆完这六个螺丝之后呢 然后第二步拆那个表架上面的螺丝 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第一步拆完之后呢 把螺丝拆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第二步 螺丝拆完之后 我们第二步把立管盖拿开一点 然后就是把上面表壳取下来 然后咱们第三步 就是把这个拿开一点 立管内外侧盖把它拆开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再把它表壳取下来 然后咱们把这个表壳取下来之后呢 就这个安全索新 看到线是卡到这个位置的 然后它这边螺丝有没有锁紧 把这个换掉 如果是这个安全索新的问题的话 就把这个换掉 这边有个插头 有个端子 把这个换掉就好了 如果是这边没锁住呢 你把它位置放好在锁上 然后再按按照刚才的步骤 再把它装上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